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的系列课,职业规划52个深度解答,我是马华星,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我根据我的天赋找工作失败了,我该怎么办? 来,作介绍,本人马华星,从事职业生涯规划咨询与培训10年,这里有我的微信号和公众号,本课程也有相应的课程交流群, 大家可以点开小额通,让我二维码扫码入群,入群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在群里边有更多的讨论,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这样的,说我按我自己的天赋优势去找工作,结果呢,面试了,不要我,我该怎么破? 这样的话题呢,也会是有很多人,学了,好多学了职业生涯规划,结果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职业生涯规划里边经常会去讲说,你要去发挥自己的天赋优势,你就去找那个,去做你能发挥天赋优势的工作,你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做得好,你能找到工作,对吧? 那问题就来了,来,我们看看一个情境哈,一个人说,都说工作需要根据自己的天赋优势来做选择,这样就容易做成功有成就感,我呢,也测了自己的天赋优势,我觉得很准,无论是盖洛普啊,还是什么霍兰德呀,还是迪斯克呀,有很多测天赋优势的方式,我觉得都有一致性,所以呢,根据他们测评的结果啊,分析一下,然后我觉得,做市场营销是更匹配的啊, 他既匹配我盖洛普的特质,也匹配我霍兰德的兴趣,还匹配我迪斯克,什么之类的啊,而且呢,而且呢,好像他们这个后边还分析说,大企业是最好的,于是呢,我就去投简历啊,去投大企业的市场营销,结果发现呢,都没回音啊,当然我之前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之前可能做了一些其他的职业啊,觉得做不下去了啊,这个呢,同时呢,也有一两家面试的啊,有两家面试,但是也没要我,我到底哪出问题了啊,所以呢, 所以呢,我就对这个啊,天赋优势这些观点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啊,这个玩意儿到底靠不靠谱啊,是这样的吧,好,来,我们看一看直觉的解答啊,直觉的解答啊,第一个解答说是说的是什么,叫做啊,假如你问了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可能是HR,他可能就会说说,其实天赋优势不重要,企业更看重的是过去的经验 企业根据你过去的经验来看你未来,适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你过去没有做过市场营销,你还要去个大企业,那大企业肯定不会要你了啊,你说他说的有道理没有,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呢,他便,这个但是,但是那个,那个问他的那个人的问题是天赋优势到底靠不靠谱,好像他回避了天赋优势的这个问题啊,他只是说企业看的是经验 OK,好,第二个呢,第二种说法呢,说的是什么,他说,这说明你的天赋优势也许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什么意思,就是你测的不准嘛,虽然你测完了之后说你其实是,但是测评不靠谱啊,测评有问题啊,这个有没有道理,也有可能有道理,为什么啊,因为任何一种人格的测评,什么天赋的测评都有他的什么,都有他的性效度,他的性效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概其有百分之多少是准的, 那你可能就进入到了那个不准的,那个例外的情境,那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你看到那个,习问的那个人,他自己的描述显然,他觉得还挺准的,这意味着什么,这一车过去好像做过类似的事儿嘛,不一定是类似的工作 好,然后呢,第三个说的是啥,第三个回应的说的是,你重要的是得努力练习,你要做市场营销,你之前得做过市场营销的经验,得做过市场营销的事儿,你不练习,你变不成能力 那些没天赋的人,只要努力也一样能取得成功啊,这种观点是什么,这种观点似乎就否定了天赋优势啊,他更强化的是什么,无论是什么样的能力,只要你练习就一定能练成功 来啊,那好,那听完了这些观点,你是不是好像也对天赋优势这些事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啊,你觉得这事儿好像啊,这靠不靠谱啊,这个东西 来,我来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你去找工作的时候用天赋优势,跟你自己去评估天赋优势会有一些差异啊,我给你深度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了 好,差异出在哪里呢,第一个呢,很重要的差异出在你对自己的天赋优势叫做个体评估 企业是不是也得评估你的天赋优势啊,但是企业不是像你个体评估的那样来去评估啊 你们两种评估你天赋优势的手段和方法是不同的 个体评估靠的什么评估呢,最简单的是测评 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人格测评的题目,测评完了之后给你一个结果,会告诉你你适合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你适合怎么去做事,这叫测评 第二种呢,如果不是测评的就是自我探索 自我探索是什么,无非就是有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你喜欢做什么呀,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 你反导的时候怎么才能出来呀,你有成就的时刻是什么样的呀 这叫自我探索,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你来去回答 然后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叫做成就事件 讲一讲你过往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事 比如说曾经当年小学的时候考试考了第一名 得到了老师的胯奖什么之类的 成就事件,通过这个成就事件来分析你自己的优势有哪些 潜在的能力有哪些等等等等之类 而企业的评估看的是什么 企业不会看测评来去评估你的能力 对吧,你不能说跟企业你去面试的时候 企业问你说你有什么样的优势和能力呀 然后你说我这个人战略思维特别强 企业说何以见得呀,你说我测了 对吧,我做了一个测评,测评完了之后给我一个结果 说我这个人战略思维特别强 所以我觉得我战略思维特别强 你觉得你这么说企业能信吗,企业肯定不能信吧 对不对,所以企业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评估呢 很重要的第一点叫什么,叫做作品 你有什么样的作品吧 你说你战略思维特别强 你写没写过什么样的行业分析报告吗 这叫作品 然后第二个企业看的是什么,过往绩效 你要应聘一个市场营销 你总得讲一讲你曾经做市场营销有什么样的绩效吧 对吧,转化率有多少啊 你做了一个活动,到底这个活动能招来多少人啊 有多少人变成了你的最终客户啊 这叫过往绩效 第三一点,企业评估还会靠什么 它会靠一种行为方式吧 叫做行为面试的方式来去评估你 什么叫做行为面试 行为面试是面试中的一种手段 或者面试中的一种方法 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让你讲述你过往的一些事件 通过这些事件来判断你的人格 气质,能力,价值观等等等等之类的因素 这叫行为面试 举例起列可能会问说 来,能不能讲一讲你之前很挫败的一段经历啊 这就叫行为面试 通过这些方式来去评估 所以你看这两种评估的方式似乎是不一样的 因此当他觉得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叫做什么 对吧 叫做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这句话就说的特别好 这句话是站在企业里角度来说的 对吧 你作为个体评估 你说我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能干什么什么 企业说住嘴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OK 因此那我们看一看 企业为什么会这么评估 就是这两个评估为什么会不一样 我们深度分析一下 好 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去分析 就是一个人的天赋优势到底是如何发展的 来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一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他是如何发展的 第一点什么 第一点他先 他先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优势吧 甭管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现的 测评 感觉 问自己问题 发现 发现完了之后 是不是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去投入到自己的天赋优势当中去 他做了学习 做了一些项目 OK 当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于是这些天赋优势就转变成了什么 转变成了他的能力 对不对 他的能力 经过了交付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做出了一个结果 产生了一个结果 对吧 这就是天赋优势如何 一步一步转化成能力 能力如何 一步一步转化成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有影响的天赋 他总能够影响身边的很多人 就是他跟身边的很多人一说 那些人就特信他 影响的天赋 于是他觉得说 这个东西用在做销售这个职业特别管用 于是他干啥了呢 他投入了 他把这个影响的天赋用在各种各样的销售情景下 比如说他做卫商了 卖东西了 比如说对吧 比如说他开了个店 比如说他这个销售了自己 学会销售自己 他在跟任何人的沟通的时候 都在去销售自己的一些产品什么之类的 投入了 于是上面形成了一个什么能力 他就有一定的销售能力 好 销售能力交付出来的是什么 交付出来他成交了很多单 是这样的吧 好 交付了成交的很多单 于是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你看他为什么能成交很多单 是因为他有销售能力 他为什么销售能力这么强 是因为他有影响的天赋 我转去看 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天赋优势的发展路线了 好 好 那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点 我对自我是怎么看的 自我是从下往上看的 或者叫由内而外看的 对不对 对吧 我们自我的评估是这样去做的 先看自己的天赋优势 想挖掘一下自己 要深挖自己 然后我根据这个天赋 形成自己的能力 根据这个能力创造出结果 自我是从内而外看的 而企业是怎么看的呢 企业是反着看的 企业是先看什么 先看你有什么样的结果 根据你的结果去猜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再根据你的能力 去猜你有什么样的天赋优势 是这个过程吧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对吧 自我看待自己影响这个天赋 他是怎么看的 先通过测评 和通过对过往自己事件的 体会探索 发现自己有影响这个天赋 然后根据影响这个天赋 经过大量的练习 形成了什么 销售能力 根据销售能力实现了成交 于是形成了天赋的优势 而企业怎么看的 企业要招一个销售怎么看的 先看你之前成交了多少单 是这样的吧 然后 你说我成交了很多单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卖了20万块钱的东西 或者我卖了20万块钱的服务 于是 企业判断说 你有销售能力 好 那当企业又好奇一点说 那你为什么能有销售能力呢 于是你讲 你是怎么去销售一个客户的一个过程 好 企业发现 你是那种很有影响力的销售 你理解了吧 于是企业是从外往内看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能力 他只要觉得你外有成交 有能力 他是不是就能招你了 而你由内往外看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出现的问题是 当你的自己的天赋没有变成能力 没有产生结果的时候 企业看不到你的结果 他自然就不会认可你的能力 也更不会认可你的天赋优势 这点我讲清楚了吧 所以自我的视角跟企业的视角是完全相反的视角 自我往往是从内而外去看待自己的能力的 而企业是从外由内而看待自己的能力的 任何一个职业 只要站到企业的角度 几乎全部都是 无论这个职业是你自己头见了一头的 还是你是什么关系户 走后门 自己的老爹一样都是这样的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有这么个段子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就是一个人去看他的朋友 结果他朋友正好是企业里边的老板 一个企业的小老板 看的时候看企业正好招人的 他小老板他自然也做面试 招人的 结果这个人是个大学生 然后他这个朋友就跟他说 说你看 现在招的人这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呢我这个现在是说什么我也得招他 为什么呢 关系户 这是我大客户的儿子 我不招他不行 人家把这个交给了我 但是他说我怎么才能招他呢 我总得走个过程吧 于是怎么办 想了个办法 他给这个大学生说 拿了一魔方打乱了 然后说这样吧 你呢 我给你面试出道题 你把这个魔方给我复原成六面 然后呢 这个大学生看了一下 没玩过这事 对吧 没弄过这事 那拧了半天 最后也拧不过来 然后呢 这个他说 那要不然这样吧 两天以后 你给我一个六面的魔方复原了 OK 我再来看 我安排你做什么岗位 就把这个 这个面试者给打发了 打发完了之后 俩人就聊天 说你觉得他能不能 把这魔方给还过来 他说呀 王管他怎么弄过来 怎么过来 他只要第三天能来 我就有办法给他安排岗位 好 为什么呢 比如说 如果他真的把这个六面的魔方给翻好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琢磨了 他自己一个人翻好了 说明他琢磨了 琢磨了 比较爱琢磨 他可以去哪个岗位 他可以去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 好 那还有这种情况呢 他也弄过来了 但是呢 他不是翻过来的 他是什么 他把魔方给check了 拆开完了之后 再对好了 安上去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说明什么 敢做敢为 可以去市场部门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还有吧 还有比如说 他拿个漆 对吧 把这六面给刷出来 刷出来 说明什么 很有创意吧 很有想法 很有创意 设计部门需要他 还有还有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他打 他打 魔方拿来了 请教了别人 你看他复原了 他说我请教了别人 我请教了一个老师 老师帮我给复原了 好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人缘很好 人脉关系很好 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客户服务部上班 好 如果 如果最差 他有可能回来之后 啥都没复原 说不行 我弄了两天 我花了好张时间 我这两天就没睡觉 但是还是复原不过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人实在 实在 我就可以把他安排到 行政部门来工作 反正呢 这个只要他来 我就能给他岗位 结果第二天 一块吃饭 说这个孩子终于来了 说怎么着了 他确实拿了个魔方 这个还挺厉害的 六面都复原了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是咋复原的呀 他说实话了 他说 我这个其实自己想了半天 我也想不出来怎么复原的 于是呢 我就新买了一个魔方 还比你之前给我那个更大 所以呢 你看 我来了 你能给我安排什么样的岗位 然后这个老同学就说 说你看 你知道我给他安排到什么岗位里边 像他这种做假货特别好 所以我给他安排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神秘的部门 去工作了 OK 好 当然这是个段子 但是从这个段子我们能够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都看到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你站在企业的角度来去招这个人 无论这个人到底是有关系的没关系的 有能力的没能力的 你是不是都要通过一个结果来去判断他的能力呀 你不可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总得给他一个小的任务 根据他的结果来判断他的能力来判断他的天赋吧 这就是企业的思维 因此当你有了企业的这种思维的时候 你是不是以后再去说这个这个自我探索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不能老自由内而外的去探索了 你是不是可以按照组织或者企业来去发现你的那个路径 来去探索自己 因此你是不是也可以转换方式 叫做按企业的方式来评估自己 叫由外而内的评估吧 因此你再评估的时候你会怎么评估 你就应该第一步先看什么 先看我之前曾经做出过什么样的结果 发布过什么样的作品 应该先这么想 想完了之后 然后根据你做出的结果和发布的作品来分析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再根据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再去发现这个能力跟我的天赋有什么关系 它反映了我的什么样的天赋 是这样的过程吧 好 因此我给你一种自我评估的语言体系和方式 你在这里边填空就好了 比如说假如你以后再去评估自我的天赋优势 你可以这么说 第一个我曾经完成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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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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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实现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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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什么什么什么作品 这说明我具备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能力 这跟我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天赋优势有关 在这方面我总是能做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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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面试的时候 你也这么去讲 这样你的评估体系跟企业的评估体系就对上了 对上完了之后 企业自然就会认可你的能力 好 最后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旁边有个服务号 叫颜值有理星球 关注有精细 请不吝点赞优势